柯文哲上任打出了网军牌 现在连局处员工互通讯息都靠着LINE联络 那么官员笑说是否变成了得来宿 但是很多的员工不习惯 因为除了上班要盯手机 下班还得要划讯息 但柯P对此回应说 深呼吸放轻松就好 左滑右滑柯P走到哪都离不开手机 这柯Pstyle也划进是福利 看到这个事情 这叫陈月局已经告诉我们今天的会议了 开会开到一半 手机登登登响不停 还要分心瞄一下 虽然讯息不会漏 但现在有不少基层人员大喊吃不消 我也没有统计过 两三百分应该跑不掉 假日的时候是在非下班时间 那大家比较没有办法借由面对面 所以假日的时候或者是下班后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问题 连放假都要被轰炸 一天划两到三百封讯息还不算多 因为除了自己局处的小框框 还有特定政策群组 罗斯福路应驾倒塌 是否群组立刻传讯息通知 或是之前的拆中校西路公车道 交易局的十二年国教 都有属于自己的联络方式 似乎划都划不完 但最怕的是漏讯息 有空的时候就会稍微看一下 说有没有讯息进来 要同人放松都和新科技做朋友 看来低头办公的现象得持续好阵子了 东森采运新闻小韩陈文堂台北报道